就是一種修行 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色裡面 去知道別人的生活 走進他們的人生 我覺得對我自己每次演一齣戲 進入一個角色對我來講都受益良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讓我可以學會怎麼樣獨立 去面對我每天的行程 怎麼樣去跟我身邊的人 去做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的訓練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明日天晴 我們在今天看到蓮佳這個吳蓬 看到孩子已經漸漸地成長了 到底對孩子的教育要還是捏得緊緊的 還是要放手呢 今天有一個很不同的做法 我們邀請兩位來跟我們聊聊 在劇中飾演婆媳的 首先來歡迎的是陳記霞 記霞姐 你好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 好 繼續來歡迎的是高惠君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惠君 我覺得對於孩子要不要放手讓她去飛 我們先請這個戲中的婆婆來說好了 從第一集最前面開始我們有看到 慶中這個角色出現 我就覺得這個媽媽對於孩子是很信任的 然後呢 都會去覺得說 我們這個兒子很優秀的 有什麼事 我就去安排就好了 這個婆婆很早就收割 那一家子二十幾個人都是媽媽在撐這個家 那其中慶中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柱子 各方面其實對外都是慶中在打理 所以媽媽其實相對上來說 她是依靠慶中的 那慶中她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好 讓媽媽非常的放心 她只要在家裡照顧孩子 對外的一切 然後經濟上的那個支柱 都是慶中在打理 所以她對慶中非常的信任 就是媽媽要對孩子信任 你覺得吳彭有沒有在婆婆的身上 學習到怎麼樣去跟孩子的應對 她的本身 她就是有這樣信任人的一個特質 那我覺得師姐她比較幸福的事情是 她的婆婆對她很信任 對 就是不管她要做什麼事情 她的婆婆基本上沒有給她太多的阻攔 然後又很貼心的幫她分擔很多的工作 就是所謂的家務事 其實在那個年代這樣子是很難得的 真的很難得 我們都有看到很多不同戲劇呈現的婆媳問題 對 真的 現實生活當中可能也有 有沒有突然覺得 妳飾演這個婆婆的角色 有沒有什麼事情 或者是真的從本身 她們這個家庭的氛圍當中 去享受到什麼樣子的感覺 當然有 我覺得當演員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修行 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色裡面去 知道別人的生活 走進她們的人生 我覺得對我自己每次演一齣戲 進入一個角色對我來講都 受益良多 我感覺到這個婆婆一開始 對這個媳婦是因為完全不了解 觀察 對 然後也來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教養 所以她當開始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些擔心的 所以你看那個婆婆會到學校裡 去看這個媳婦在工作的情況 然後從側面去了解 慢慢的接受她 因為她愛兒子 對 所以她也把媳婦當作女兒一樣的看待 這讓我非常感動 而且尤其是在那個年代 她這麼先進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很不容易 心很寬 很寬 對 那說實在的 再怎麼樣支持孩子 她想要爭取的未來 尤其是視頻我們看到 其實她是自己提出說 我想要去台北念書 國中而已 一定會不敢 會舉你自己其實小時候對於長大 要到外面去求學 有沒有曾經類似像視頻有這樣 這麼樣子明確說 我要怎麼做 那個時候 我是真的國中就離開我的父母親 去 對 去所謂的都市念書 那個時候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一定要去更好的學校念書 可是我就很不喜歡我爸媽來送公車 對 你知道嗎 他們只要一揮手 我整趟一個半小時的那個公車 我都在哭 對 所以我不希望他們來送我 我坐今天公車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或者是我趁他們在上班的時候 我就只有公車走了 對 我很怕他們 雖然說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但是我大概一個月只能回去個一趟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只知道說 我在都市要好好的讀書 然後我們住在教會學校 要好好的聽神父兄女的話 不然一定會被處罰 對 所以那個時候比較單純 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像你們必須要可能這樣子 到外地去住宿 然後讀書 從這個戲再回過頭來想想 有沒有去體會爸爸媽媽那時候的心境 我覺得我父母親是比較堅強的 可是我在戲裡面 我去理會到的事情是 反而我這個做媽媽的 比做婆婆的還要慌亂 你知道嗎 怎麼辦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婆婆就覺得 我一直覺得婆婆這個角色 在我的生命裡面是我的支柱 對 因為我覺得我有一點像 就是小女孩嘛 然後又一個媽媽疼 所以很多事情她在比較慌亂的時候 婆婆就像一個很安定的支柱 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放手 安心什麼的 對 其實非常難 要做到這點非常難 其實拿捏之間其實會很掙扎 對 在我那個年代 因為我們家裡的孩子多 所以父母都會擔心 你們盡量少惹一點麻煩 不要跑太遠 就在我旁邊讓我看到 我們那個年代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好幸福 對 我很幸福 對 真的很幸福 爸媽可以這樣放手 那在戲裡面 這個婆婆其實她有很多考量 因為一方面是經濟的考量 因為今天私立學校壓力很大 對 然後一方面又是因為 媳婦很擔心這個十三歲的孩子 沒有辦法生活自理之類的 但婆婆很 她很 心非常穩定 她只告訴孩子說 不管你是留在這裡 留在媽媽的身邊 或是你要到遠方去 不管是私立公立的學校 只要你自己願意 在哪裡都一樣 你都可以學習 都可以成長 對 所以她並沒有給孩子 很肯定的答案 那我覺得私底下 我覺得也應該 每一個人應該有 不一樣的想法 觀念 但是你覺得 絕對要給孩子有講話的權利 那像因為慧君 妳其實像視頻很像 都是國中就到外面去念書 對 妳覺得像這麼早出去念書 必須要獨立的時候 對妳自己來說 是不是真的 在這樣一個歷程當中 妳認為對孩子來講是 一個可以很快速長大 而且懂事的一種 印象最深的是 開始妳所有的事情 都要自己打理 對 沒有人叫妳起床 妳遲到了 妳就是要被罰 妳的衣服要自己洗 沒有洗衣機了 要用手 就算天怎麼冷 妳要自己想辦法 把衣服外套弄乾 對 妳要怎麼辦呢 所以要開始跟同 跟什麼 我室友 要同心協力把東西弄乾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國中就到 妳看 技術學校 有沒有感覺很高級 就到技術學校裡面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 讓我可以學會怎麼樣獨立 去面對我每天的行程 怎麼樣去跟我身邊的人 去做一個很好的 人際關係的訓練 對 所以我很感謝我父母親 在那麼小的時候 他們捨得放手 對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的烏盆師姐 他們一家 也是因為婆婆 其實想法 也是很有智慧的 也是開明的 好 支持孩子 到外地去念書 其實也算是給孩子 另外一種新的成長跟磨練 那當然囉 三個孩子 如果都送到台北 來念私立學校的話 對於這一家子的經濟 肯定又是一個 很大的負擔了 夫妻倆也要更辛苦了 我們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明日天晴 感恩兩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你說看 今天大家在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